大批市民貨都還沒上架 也不管幾包拿了就對了 每幾分鐘銅鑼灣超市 架上空空如也 這就是肺炎疫情帶來的恐慌症 網絡預傳會缺貨 民眾連廚房廁所用具能搶得通通搶 更別說口罩老早就搶不到 是啊 昨晚了 昨晚不訂給中禮牌的 我見你一家三口都離開牌 想起多些機會有沒有用 可以這麼說 因為沒有口罩用 家裡的存貨不多 街區大排長龍 民生用品只要一補貨 馬上就要掃空 就連米 口袋夠深 也不見得能買得到 衛生紙沒了 手巾也沒了 美食賣場架上貼著銷售一空 衛生紙幾乎賣光光 對啊 賣光了 都被搶光了 所以今天有特別要來買衛生紙嗎 沒有欸 可是就沒有看到了 看到就要馬上拿了 不能憂鬱這樣子 網友臉書發文說 只是想到賣場買衛生紙 架上卻空蕩蕩的寫著售完 那他無奈的說 口罩之亂後出現了衛生紙之亂 還有人拍到推車上 滿滿的都是衛生紙 更有群組瘋傳 衛生紙的原物料都拿去做口罩 職類用品將會開始漲價 真的嗎 經濟部表示 口罩的原物料國內很充足 第一階段確認原物料 每天可以生產320萬片 下週將增加到每天390萬片 三月上旬產線新增完成 總產量可以達到每天1000萬片 直擊其他賣場 衛生紙架上的貨量都還很充足 賣場也會及時的補貨 但就怕謠言已經造成搶購 然後又開始亂搶一同 我們真的守住住嗎 我要連線給洪醫師 為什麼呢 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一連串的消息 除了剛剛網友所驚爆 這一個方昌醫院 美聯社的畫面也看得出來 湖北省武漢的一個疫情 險峻的同時 確診病患 因為不斷地增加 官方在當地 那麼徵用這個體育館校園等設施 這個方昌醫院在收治病患 但送去的中國民眾所拍下的畫面裡頭 讓人很擔心 真的不會交叉感染嗎 中國專家是這麼說的 那實際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但是中國人現在在各地的處境 正是四面楚歌 尤其是中國人滾 你知道有臺灣民眾在莫斯科遭到攻擊 因為被誤認為他是中國人 臺灣民眾被攻擊了 那一個最新發展裡頭 我們連線給洪醫師 臺北市醫師公會的常務理事洪醫師 洪醫師您在線上嗎 主持人 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洪醫師我想請教 以目前的情景來犯 臺灣的確診病例已經來到了有16例了 等一下細部的東西 我們仔仔細細來看 你覺得臺灣此刻面臨到什麼樣的挑戰呢 洪醫師 是 以一個新興傳染性疾病而言 包括之前我們所悉的SARS H1N1 以及這一次的武漢的肺炎 基本上它一開始 它的一個病棉炎 是不清楚的 大家都會恐慌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 這種辨識的能力一直在提升跟快速 所以我們這一次武漢的肺炎的一個病 很快的大概就是被搞清楚 是2019心情冠狀病毒 它跟SARS病毒有80%的一個相似度等等 症狀的這個研究跟溫習也都看到一些實證的東西 像這一類的新興傳染性疾病的一個防治 在座的老師們所提的 不管是中國本身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我們不管是鑽石公主輪 來到我們基隆港 也到北部幾個地區去旅遊 或者是所提到的 我們將馬上又有一個保平輪要回來 那再加上之前我們可能有一點疏失的 這個港澳的轉機的風險等等 再加上我們自己國內 不管它是從境外移入 或者是家庭面的一個感染 密集接觸的這樣的感染的確診數 這一陣子好像又有一點增加的情形 這些情形都提醒我們 我們有可能會面臨到防疫的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圍堵如果萬一有落網之一的時候 就有社區感染的風險存在了 那相對的我們可能就是要從圍堵隔離變成是減災 那英文叫做mitigation 那這種減災它其實就是承認 我們在本土在社區已經發生人對人的感染 那相對的某個程度這個病毒的特性 有一些它不大發燒症狀又不明顯 然後一旦發病朋友可能下呼吸到就有嚴重的症狀 但是在潜伏期的階段已經有感染力了 會造成剛剛講的防疫的困難 所以呢某個程度在我們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那當然不管是我們剛剛所提的寶貧輪 即將入港 我們也會做一個很好的防疫的這樣的一個篩檢的工作 賴慧醫師我想請教 社區感染我們守得住嗎 我認為是應該已經做到一個完善的準備 即使發生也可以把這個災害減到最少 我要這樣講的理由是說 我們的基層的醫師已經跟醫院建立一個很好的連結通報 跟互相合作的網絡 國家也配備防疫的物質給我們的這個基層所有的醫院 那我這邊大概就是延續上一次的題目所提到的 我們一定要做好分流跟動線管理 那每個民眾呢某一個程度呢 也要自己做自我的提醒 除了我們的洗手或者是我們的公共設施相關節點的 酒精的洗手掃湿 那等等這些如果沒有必要減少 會必要性的群聚活動 那保持輕鬆的心情 多參加戶外的活動曬曬太陽 特別是居家隔離一定要嚴格的一個執行 它不只是保護自己 也是那個不會傷害家人或別人的情況 那這個部分如果可以嚴格的執行的話 我想不要讓已經在居家管理的病人呢 到處去趴趴趴 造成是一個橄欖嵐 那個社區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風險 相當程度它可以守得住 那即使呢有一兩個漏網之一的話 也應該呢很快會有機會呢 得到一個好的方式 好 呃 胡醫師我想請教 保平信號明天一點鐘會回到台灣 這裡頭載了有1709名的台灣旅客 因為差一點沒有辦法回到台灣 但是衛福部長陳時中說只要有人確診 全數流船隔離14天 我想請教 呃 郵輪裡頭的民眾 如果他當慢慢快要靠近台灣的時候 我檢疫人員我上傳進行檢疫 1709名台灣民眾怎麼檢疫啊 然後他要確診這個時間要多久 那現在我們訂出了一個標準說 只要有一個人確診的話 這些人通通必須留在船上 留在郵輪隔離14天 這樣的檢疫容易嗎 這樣的一個檢疫是否可以做得到 或者是是不是合理 我相信陳時中部長 應該有跟CDC的專家做專業的評估 嗯 那相當程度的 那個從上一次武漢我們撤僑的一個經驗 其實從花燒或者是呼吸道的症狀 某個程度就可以做第一個階段的一個篩檢 然後呢 從喉嚨或者是小便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彩檢 看到他的一個抗體的一個情況 很快的就可以做一個確診 這個確診時間要多久 時間應該 以上一次我們武漢撤僑的一個經驗 其實很清楚的 大概一天內大概就已經就確定 是不是那個陽性陰性了 那一旦有發現有這個確診的情形 衛福部長陳時中這樣 陳時中部長所講的 全船的人就要留在這個地方 做隔離的一個觀察 這個某程度 我也認為這個是國家的一個 非常時期的一個非常措施 可是有1709人要動用多少醫療人員進行檢疫啊 容易嗎 那如果有一個人 我現在講到人力資源的部分 如果有一人確診之後 都要在留在郵輪跟船上隔離14天 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 怎麼隔離啊 這裡頭不會再繼續衍生更嚴重的交叉感染嗎 洪醫師 部長他有提到 郵輪他的一個特性是有很多的房間 也是一個隔離的一個空間 那由我們的防疫人員跟相關的人員提供生活的一個照顧 跟後續的仔細的監測 某一程度 部長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我想也是因為武漢撤銷那一次的經驗 因為要找一個250人左右的一個可以安置的地方 就需要北中南各找一個地方了 可見的這個是地方的場所是有蠻大的困難 而且我們可能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的一個撤銷 那相對的 如果說郵輪這一千個人已經被發現確診 需要那個剛剛講的隔離14天 要再找這樣的場地 是不是我們國家已經準備好了 某個程度我們要用這個角度來看他 某個程度在郵輪裡面隔離 大家會認為可能是不一定盡善盡眉 但是兩害其其心 國家目前的一個資源的一個情況 我相信指揮官做這樣的決定 一定有他多嚴考慮的一個情形 因為這個另外一艘郵輪鑽石公主號 裡面的確診人數一直在增加 來非常謝謝洪醫師 我要特別介紹洪醫師 他是臺北醫學院醫學系本身是耳鼻喉科的醫師 耳鼻喉科方面的專家 也是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的理師 謝謝洪醫師跟我們進行連線 來我請教抗SARS專家 來這個時醫師保平信號可能會面臨到我們什麼挑戰 我不能說他是不是一個做瘟疫的一個游籠 我不能這樣一個形容 可是對民眾來講 他會去提出這個質疑 這裡頭到底有多少確診病例 會不會已經淪為交叉感染的一個情形 來我們要怎麼看 怎麼處理 想到一部歌劇 那個華格納的那個 亞老师一定知道 那個彭彭的荷蘭人 他那個船就是 等於是個鬼船 他要在海上漂流 每七年才能上岸 大概七天 直到他們發現有真愛的時候 他們才能上岸 他們也不會死 永遠就在那邊漂流 我想我們這個 這個郵輪是不是也變成這樣子 這個國家也不要 那個國家也不要 他們是在海上漂流 在那邊轉來轉去 空中郵輪 是啊 所以你說檢疫 就算說剛才吳醫師講的那麼簡單 假如在喉嚨之間做一個抹片 大概也是相當大一個作業的能力 那上去郵輪我們該怎麼做 我想我們很多專家 只有我不是專家 很多專家大概都會有 那個好的作戰計畫 我現在要談起剛才那些醫師的署名 我想向我們各位觀眾 我希望大家 尤其有些那個尖酸刻薄的鄉民 拜託你們不要把它解釋成 我們醫療人員 不願意去照顧這些病人 自從我們穿了白袍之後 然後我們簽了那個西帕克里底斯的那個歐斯之後 我們都至少我想 至少有八成以上的醫生會想到會有那種浪漫 就是照顧病人的浪漫 不顧自己的生死去照顧的那種浪漫 極少數才會去想到那個金光閃閃的那個前途 所以說在十七年前的時候 那個SARS你看 和平院剛封的時候 倒下來的都是醫生跟護士 那那個時候他們是得到的資訊不足 我到前天昨天我要再想 我們優秀的學弟 那位林仲威醫師 當時SARS犧牲 對對對 澎湖澎湖的意思 那是我優秀的學弟 我們都是北裔的 我順便現在拉一下關係 陳志忠也是我們學弟 也是北裔的 那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希望的就是說大家的支持 我們去作戰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的後援希望大家支持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個新聞 一個社區的總幹事 去關心一個小兒科 那個開業醫 說他的垃圾 不要去丟到他們的那個 那個就是共同的垃圾集中地區 我怎麼樣跟那個總幹事講 他是一個很負責的總幹事 我們非常佩服 他很很關心他們那個社區的 那個大家的那個安全 還有衛生 那他可能不太清楚 我們每月開業醫 這個關於感染控制 健保署是要求的很嚴格 隨時都會來檢查 來檢查是完全沒有疫情 啪一下子一堆人就進來 那最基本的就是這些 你的垃圾 傳染性的醫療垃圾 我們必須要跟這些 有專門在運送 這些醫療廢棄物的公司 必須要簽約 那當然簽約就是要付錢 那假如這個是最基本的項目 當然其他還有很多項目 你沒有這個項目 你那個健保資格可能會被取消 或者說你那個診療費就會被砍半 都很嚴重的很很重的診分 所以沒有一個診所敢說不簽那個那個感染控制 那個醫療廢棄物的這個運送 所以我請這位總幹事你放心 我們每一個診所都有簽那個感控的這個 醫療廢棄物的 臺灣現在進入一個非常關鍵性時刻 一月二十四號武漢封城之後 進入十三十四天之後的今天 那中國全球 尤其是臺灣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我們一個一個議題來看 我先看全畫面 來賴秀瑞老師 我們從最新的發展來看 最新的發展 我除了剛剛特別提到保平信號 我們先講郵輪的部分 郵輪事實上已經是宣布了 宣布就是從二月六號 昨天開始不准停靠我們的港口 那畫面當中所看到的是 另外一艘在保平信號 明天要回到臺灣同時 另外一艘是停靠在 目前停靠在橫濱港的鑽石公主號 那鑽石公主號 今天一早傳來一個壞消息 就日本的後生勞動部 已經說他們新增加四十億例 四十億例武漢肺炎的陽性反應患者 現在累積有六十億宗的確診個案了 美國CNN也在船艙內隔離的乘客 進行連線去看看最新情形 那我們來看一個最新畫面 我們看這個大現場 因為目前除了我們看到 有保平信號之外 還有鑽石公主號 另外一個最新畫面 這是郵輪的威士特丹號 也被拒絕進入日本 即將要折返回香港 來我們來看這個大現場 好 有明天即將要回來台灣 一千七百多名 又有一艘郵輪 已經確診病例 不斷不斷增加 賴老師這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說台灣的一個處境 是非常困難的 那很多的這個病患 可能會跑進來 那這艘郵輪呢 這個是一個燙手三億 但是我不曉得衛生署 陳部長他指揮官他會怎麼做 但是我是有一點建議 你第一個 你在郵輪上面的郵客 有一千七百多個台灣人 那總共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不曉得 第一個 你要取得這些郵客的一個資料 基本資料 有多少中國人在上面 在裡面 有多少人有去過這個中國 然後來搭這艘船的 這是第一步 一定要有這樣的 那就可以做 說你是怎麼樣 我們這些是危險人物 那另外呢 一定要醫護人員上船去 做他們的體溫 問症狀 特別有症狀 有體溫的人 那這些人就要採樣了 你不可能說一千七百個 旅客每個人都去採樣 就是說他身體有異樣的 有什麼你要把他隔離 然後要採樣 那採樣的話 那個部長說要切診 那切診一定是在我們台灣切診 他現在還沒有任何的醫療 去幫他診斷 那我們也沒有接到任何的訊息 說這些一千多個的旅客 是不是有任何的異樣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上船的時候 一定要先第一個人員的資料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去查問這些 檢查這些遊客 是不是有異樣的一個症狀 那有的話呢 可能是就是要 他們是危險的 那怎麼樣的來給他看隔離 或是怎麼樣做快速的篩檢 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快速樣品取到的話 那很可能就一天兩天就出來了 可能最快就 事實上檢驗那是 所以明天下午1點鐘 他們至少還要再待 我想一直到晚上 確診病例才知道你OK 可以上岸可以上傳 天佑台灣這些人都很健康 而且沒有人到過中國 或是可能沒有中國人或在那裡 因為有這個中國遊客就比較危險 我們看看那個日本的那個 公子浩 我聽說 那裡面有一個我們的魔術師 他們最先有十個人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做完全的隔離 他們去吃飯的時候還排隊 後來發現不行 他們就說你們每個人都 剛才我們實際師講的 船上有很多的房間 你們就待在房間裡面 我們用送換的那個 有沒有這樣做我不曉得 我想日本人一定會有 很妥善的處理 可是不管他怎麼樣妥善處理 你看從10個變20個 20個變triple 三倍變61個 所以這個表示這個病毒的傳播力 非常的強 他在一個這個空間裡面 不是只有接觸物污染 他可能在空氣中都污染 所以我想那個公主浩 一定還會再有陸續的 可能下一次就一百多個人乾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個 一百多個人 就跟著一百有可能 你10個變20個 20個變60個 他會不會一直在空中航行 不是 海中一直航行 沒有 他應該是靠岸 沒有 他應該是靠岸 他現在靠在橫濱 靠在花馬 靠在橫濱 那你讓他在海上走怎麼行 他一旦有急 又要 我不曉得日本會把60幾個人 都帶上岸來做隔離 應該是這樣 對 人道方面 是不是我也提出一點 這個時候是不是我們要 一定要展開這個國際合作 跨國合作 要不然你單靠一個任何一個國家 我想那個孕婦能力都有點抓緊見籌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WHO 他必須要展示他的功能的時候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加入WHO 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 只有他能夠協調整這個國際之間 每個國家看你能提出什麼服務 還是說我WHO能夠提供什麼訓練 什麼這些協調能力 這些才能夠幫助 要不然這些海上郵輪怎麼辦 他也不要 他也不要 你看鑽石公主號 他乘客多少呢 兩千六百六十六人 其中二十二名是台灣旅客 這個成員還有一零四五人 換句話說呢 鑽石公主號裡面搭載是三千七百一十一人 那現在確診病例六十一人當中 台灣有一名六十歲的女性 也是確診病例 六十一人的確診病例 我們注意看 二十八個是日本人 美國的有十一人 加拿大七人 澳洲七人 香港 英國 菲律賓 阿根廷 紐西蘭 你有沒有注意看 沒有看到中國籍的 我不知道這兩千六百六十六人 有二十二名台灣人當中 這要確定一下 裡面有沒有中國人 現在看起來確診病例 沒有中國人 他的航線裡頭 因為從一月二十五號 香港 香港出發時 八十歲的香港老翁 下船之後感染了武漢肺炎 緊接著到了我們看到整個航行 從橫濱 鹿兒島 香港 一直到越南縣港 然後呢 基隆港 所以他到我們基隆港的時候 一月三十一號 有兩千六百九十四人 曾經下船入境 去走訪我們哪裡 有台北市的故宮 自由廣場 龍山寺 中列池 101大樓 銀山飯店 雞人廟口 還有九份老街 通通臺灣知名的基隆的雙北 他都走透透了 所以現在他走過的地方 老實說 這位三十一號 跟這兩天變成八天的時間 現在還消毒 我不知道還會有 因為在這地方 我們也不是說造成恐慌 可是這是一個事實 到了沖繩之後 現在呢 確診旅客已經下船治療 現在就在橫濱 這是鑽石公主號 搭乘了有三千七百多人 可是現在真正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看的就是明仔要來 明仔要來這艘 剛剛賴秀瑟老師說 要確定一下 你這個一千七百零九名的 臺灣籍當中 我們看一下 總共的旅客一七三八名 十八名是菲律賓 三名馬來西亞 三名越南人 韓國 印尼 緬甸 新加坡 各一名 各一名中配 這個數字目前所瞭解是這樣的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臺灣人 幾乎都是臺灣人 那現在是明天 他事實上他已經本來 今天晚上應該要回來臺灣了 可是因為有所質疑 明天一點鐘才要到 現在對臺灣還有一個空前的挑戰 是說我昨天在想 香港到底呈現什麼狀況 不管是南韓這次總統 文在寅那邊罵到臭頭 我們我們相對在防疫的動作裡頭 比周遭國家動作都啟動的 來得快 那日本相對有日本的民眾 也根本感覺說日本政府 他們的警覺性沒有來得我們的牆 那香港更不用說林鄭 一團亂 亂七八糟 香港是在明天 明天才禁止中國人入境 所以我昨天懷疑香港也是疫區嗎 為什麼 昨天一天當中我們臺灣出現五個 五個病例 那五個病例裡頭 包括這對夫妻 我們看最後三個病例 這三個病例 因為四十多歲的臺灣人 跟二十多歲的臺灣女孩子 她們都一個是曾經在去年十二月到武漢工作 那這二十幾歲的臺灣女孩子 她是常住在武漢 1月21號在過年前的三四天 從武漢經過深圳回到臺灣 2月1號咳嗽有痰 胸悶症狀 2月4號就醫之後 就在昨天確診病例 確診病例 這個來來回回也有快二十天的時間 其實還滿滿長的 接下來問題來了 我們要注意看臺灣跟香港 包括跟歐洲之間 處在什麼樣的關係 這對夫妻 他們是1月22號從香港 香港轉機到意大利羅馬去玩 然後1月26號呈現咳嗽症狀 2月1號從香港轉機回到臺灣 她等於從香港轉機去意大利 然後意大利玩完之後 再從香港轉機又回到臺灣 臺灣 香港 意大利羅馬 意大利羅馬 香港到臺灣 這個非常關鍵 就是在香港的機場進行轉機 那我們看到她的病程裡頭 2月3號發燒 咳嗽 頭痛 再次就醫之後確診了 先生 太太 所以這對夫妻也是確診病例 另外一個50多歲的臺灣女孩子 臺灣女性 她是1月23號到澳門旅遊 2月1號發燒 喉嚨痛 流鼻水走路會喘 2月3號就醫時不符合通報回家了 2月5號再次就醫確診 現在收治負壓隔離病房當中 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從香港到意大利 她搭的是國泰航空公司 我過去的經驗 在臺灣有時候搭的國泰是小的飛機 到了香港之後 轉機之後變成大飛機 她到底在哪裡感染 可能性是什麼 來 賴老師 這個是這三個病例 事實上 那個夫妻 那個第三個 有澳門旅遊死 那就沒有問題了 對 跟澳門旅遊 她一定在澳門感染 在澳門感染 環境也非常的污染 所以最好是不要再去那裡玩 那這一對夫妻就比較 讓人家沒有辦法來找出 她的感染是在什麼地方 她上了這國泰 那個飛機裡面是不是有病毒 我們不知道 那她在香港停留應該 轉機的話 一般都要兩三個小時 她停留 她一月二十二號出去 一月二十六號就發燒 一個是一月二十八號 那顯然的 這個給我們指示說 其實說這個潛伏期非常短 那非常短的話 那她是不是就在香港的時候 就感染了 她不可能是回程以後 她因為一月二十六號就發燒了 她二月一號才回來 所以這個會不會是在 從香港到義大利 那個時候在機艙裡面感染 但是如果在機艙裡面感染的話 我想還有陸陸續續 會有其他很多人會感染 那很可能是在香港機場 感染的可能性比較大 如果這個是事實的話 那就非常可怕了 這個一個人轉機在那裡看一下 停個一兩小時就被感染了 這個病毒現在是怎麼樣的一個散播 這個我是對這三個 三個病患的一個分析 就是這對夫妻的一個來源感染 應該好好的問他們兩位 他們是在那裡怎麼樣轉機的 這個是很 包括你在轉往義大利 羅馬的班機 這個班機上到底載有多少 中國人 這也是關鍵 因為香港出發 中國人 甚至你去義大利 你是自由行 還是加入 比如說有中國人的旅遊團 這也是可能 在上次新加坡跟南韓的案例裡頭 都有去接觸到 武漢團 導遊等等 對不對 來 年晃 我再補充一下 是 是 賴老師 如果飛機上有 有這個中國人的話 那他的那個叫做 潛伏期是非常非常短 他一月二十二號 一月二十一號 五天而已 五天就發病 我為什麼要強調 強調這個香港 甚至我覺得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是所有國家裡頭 他的動作最慢 醫療人免第一時間進行抗疫了 就是說你為什麼沒有防堵 中國人入境到香港 那現在他是明天 他才要禁止 明天要禁止 中國人入境到香港 你想想看 在明天之前 包括今天 有多少中國人 會透過進入香港 轉到別的國家 因為他是free的 所有國家在防堵 現在陸陸續續 包括聯合航空部資金都宣布了 跟香港的航線要終止了 那你看林鄭月娥有多糟糕 他等於明天才禁止 這中間香港是不是變成 一個非常重要 中國人可能入境之後 一個重要的媒介 是不是可能 當然可能 那個公主號那個 都沒有中國人 那不知道有沒有人 去過中國再上船的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這個病毒是來到哪 鑽石公主號滯留在橫濱港 7號一早卻傳出2號 一口氣爆增40億病確診 讓日本成為僅次於中國的疫區 被隔離的郵輪 船上一共佔有3711人 針對其中273名高風險人員 採集檢體共換了4天才確定 這艘鑽石公主號郵輪1月20號從橫濱出發 成了移動的海上超級疫區 成為移動的海上超級疫區 成為移動的海上超級疫區 不好意思 苦中作樂一下 台積魔術師陳日神 在臉書直播苦中作樂 跟大家分享最新狀況 因為乘客被要求待在艙內 所以三餐有專人配送到門口 整個走道空空如也 要等船長廣播才能分梯次 上甲板透透氣 但畢竟大部分時間都還得 可以待在房內 再加上是密閉空間 陳神說他出現輕微咳嗽症狀 沒有發燒 還是前幾天 有一些輕微的上呼吸道的發炎 那我鼻子喉嚨痛這樣 那今天都有比較好轉了 醫師表示 郵輪的病毒傳播恐怕相當難預防 沒有窗戶的 長等遊客海上14天的隔離生活 相當煎熬 這裡頭確診病例一直增加到 現在總共六十一例 那如果有可能船上的服務人員 有中國籍 因為照這個航線來看的話 應該可能有中國籍的服務人員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中國籍的服務人員 他可能感染 然後他把病毒帶上船 這個是一個可能性 那至於那一隊在轉機到意大利被感染的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記得前兩天 香港的類似我們的CDC的一個主管 就已經警告 他當時講得很含蓄 他說香港可能會產生隱藏性的社區爆發 他講得很文言 但其實我想用白話文講說 他擔心香港會有社區感染 那如果說在現在因為我們很難確定 他是在香港機場轉機被感染 還是說在香港飛往義大利的飛機上被感染 所以不敢確定香港是不是有社區感染 但是香港 為什麼香港醫護人員會抗疫 是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廣東 在第一時間疫情就非常嚴重了 可是因為廣東就在香港隔壁 今天說廣東第一宗死亡病例 對 已經出現在今天 那每天有多少人 不管他是不是廣東人 他透過廣東 深圳到香港來來去去 那個病毒就跟著人來來去去 也難怪香港醫護人員會緊張 你知道今天韓國的光州 已經宣布關閉159所學校停課了 159所學校停課 那是一個非常大規模 那停到什麼時候 他還沒有講 他就是說先停課再說 這是一個非常大規模的停課 159所 這非常大規模 然後至於那個保瓶信號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我搞不好機關署有想到 因為保瓶信號 它是從基隆港出發的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的港務公司 我們的移民署 有傳上所有旅客跟船員的資料 所以第一步 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邊 先做一個文書作業 就是船員有沒有中國籍的 然後旅客有中國旅遊史的 甚至可能連香港澳門都加進去 這些人在明天回來之後 先點名然後優先做確認做檢疫 這些人因為比較屬於高風險群 那至於說一千多個人要怎麼篩檢 我也真的想不出來 因為我曾經 大家重要多好檢疫 我曾經請教過專家 他說現在最快的速度 大概三到四個小時可以知道結果 就是說一個樣本 三到四個小時 可是一千多個樣本 不可能採到一千多個 也沒有這個必要 那他們怎麼去篩檢 看個人的身體狀況 有發燒是為主 有咳嗽是為主 就是每個人先量體溫 我們明天要來的這個郵輪 事實上在考驗我們台灣的 這個真的是防疫的一個技術 這個實在是非常重要 我相信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他應該會有很多的一個策略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應該要動用很多的防疫人員 去上傳怎麼樣去檢查 詢問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應該是還沒進來 我們就要有這些資料 其實我們台灣人一千七百多個 有沒有到中國去旅過的 移民署都有資料 移民署都有資料 所以這些都是一種 你資料如果來得充足的話 充分的話 那我們要做防疫就比較簡單 楊老師 接下來台灣面臨什麼挑戰 明言勿寬 我知道對於這一千多個人 他們都很想趕快靠岸 趕快回家 這個人同此心可以理解 他們在床上 他們在海上已經晃了好幾天了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大意不得 以鑽石公主號為例 從一個變成十個 變成二十個變成六十個 這個速度 所以這一個的比例實在非常重要 所以我非常同意 只要檢疫出一個危險病例 全船都應該隔離十四天 當然我知道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台灣人 而且都在基隆上岸 上船 所以當然會使得疫情中心要允許這些人回來 而且上船來檢疫 這都是必要的 可是我覺得不管檢疫的方法是慢還是快 一定要完整而嚴格 這一點不能因為說 因為可能花個一天一天半 一千多個人 所以我們每個人大概就一分鐘兩分鐘過關 這個我覺得就像過醫院一樣的 兩個體溫 沒咳嗽走人 我覺得這個好像有稍微太簡略了一些 是不是要更確實一點的檢疫 讓這一個 因為他們萬一有任何帶有病毒的人上岸 這就變成社區感染了 這樣講好了 就是破口 任何一個人只要上岸 他帶有病毒而沒被檢疫出來 就一定形成社區感染 因為他就回到他自己生活圈 他有沒有居家隔離 什麼都沒有 他就不管上學的上學 上班的上班 他這一個在社區活動 他那種大樓可能都會出問題 所以寧言勿寬的原因 就是為了防止任何社區感染 現在台灣的社區感染是零 我們不能有任何破口 以免過去SARS的這種經驗再發生 所以我覺得明天 我是支持疫情中心的人要不管爭掉多少個能夠檢疫人員登船來檢疫 我都覺得要嚴格的來檢疫 所以千萬要嚴格一點不能夠放鬆 是 把評信號因為這個郵輪對我來講是新的一個考驗 時間其實就在明天下午的一點鐘 那我特別提到香港這對夫妻香港進行轉機 二月八號在明天香港才禁止中國人入境 二月八號之前有多少中國人藉由香港去進行轉機 那如果香港自己本身他的國際機場也有問題 或者是航空公司也有狀況的話 你會覺得聽起來會不會很恐怖呢 因為維珍澳洲航空公司 他在昨天丟出一個震撼彈 說宣布永久中止飛往香港的航線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宣布永久中止 你如果說暫緩的話 無止境的暫緩也許有點空間 可是宣布永久中止 而且今天更大條的新聞是 美國航空跟美國聯合航空公司也宣布 明天開始也暫停所有飛往香港的航班 而且預料呢 對於一向身為亞洲重要航站的香港的航空地位來講 真的是一大重疾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知道我們是從今天開始 我們暫停港澳居民申請臨時入境 所以臺灣如果你看到香港 香港現在的一個狀況的話 如果今日香港成為明天的臺灣的話 如果香港變成疫區 一旦臺灣也社區感染 我們也變成一個疫區的話 所有的國際的航線 也對我們中止的話 我們飛機飛不出去也飛不進來 臺灣形同被封鎖 你覺得不恐怖嗎 臺灣不積極去面對 不嚴肅去面對這個問題 賴賴賴師醫師怎麼看 南海的光州醫院也封院 剛剛連話告訴我說 在光州當地有一百五十九所學校 一百五十九所學校宣布停課 光州醫院也封院 而且光州醫院的封院的狀況 這是出現在他的二十一世紀醫院 為什麼 他說因為患者跟醫療人員 總共有一百二十一名全部所在醫院內無法外出 他們曾經住在三樓的一位媽媽 跟前來 前來探視的女兒 因為染上了武漢肺炎 所以同一層樓的住院的患者 醫護人員 全部被列為高危險區 所以等於是封院 形同像是當年和平醫院翻版 是不是 師醫師 我就想這樣 這個 你那個封院 假如太粗暴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怪自己這個 剛剛住進來那一對母女 她的那個篩選的時候 你沒有注意 篩檢的時候 你沒有注意 卻把它篩檢出來 你把跟一些普通病人去混在一起 難怪你必須要這樣做 可是你要封院之前 你要先把動線規劃清楚 你這樣粗暴的這樣 這樣封起來 就跟和平醫院 像我們主持人講的一樣 你就是在裡面發生一些交叉感染 二樓的感染給三樓 三樓感染給你 給四樓 這樣 整個醫院就馬上就 疫情就爆發出來了 所以我是認為 他們是太粗暴了一點 這個要封院起來 你要先把動線先規劃出來 你知道文在寅 在整個防疫過程也被罵爆了 我們要回家 郵輪上旅客站在一起 表達上回家的心聲 拍影片對外球員 待在艙內的旅客也心急如焚 頻頻正在服務台旁 想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現在看見的那個是 那爸本島 船一直在這外海 徘徊 無法靠港 船隻一度在公海打轉 船上旅客秀出郵輪軌跡圖 出現迂迴的路線 6號台灣發布禁止國際郵輪政策之後 原本往台灣方向前進的保平號 馬上掉頭 中途打算讓非台灣級的遊客 在日本納霸下船 但是遭到日方亮度拒絕 游人因此在海上航行了16小時之久 我們已經在海上回轉了6次了 然後每次看它轉的時候 心情就很忐忑 所以我們現在很想知道 台灣的政府到底要 那我們怎麼辦 什麼時候跟我們回去 保平行後 三天兩夜行程 4號從基隆港出發到日本 1738名旅客當中 包含台灣級總共1709人 陸配1人 其他國級旅客28人 台灣旅客就佔了9成之多 保平行的同胞們 大家辛苦了 政府一定會讓大家回家 但請配合我明天相關的 政府的檢疫措施 政府不但會讓大家回家 也要讓大家健健康康的回家 登船檢疫之後 乘客如果沒有發燒症狀 自行返家隔離14天 但只要一人確診 必須全員在船上隔離14天 保平信號8號確定返台 但是當中的曲折以及等待 讓不少人覺得身心舉貧 連旺格爾過去 也搭過這種郵輪 這郵輪基本上的風險在哪裡 某個車他跟鐵達尼號很像 有錢人做了比較好的船艙 有在外船 有蓋外窗的 所以說那不屬於中央空調的系統 所以這種就比較安全 我說可能還要考慮掉這個 像我們的沒有發大財 事物比較差的人 我能買三等舱 三等舱在船程比較下面 窗戶不能打開 密閉都屬於中央空調 然後還有分雙人還有四人 等等的不同的舱 所以我覺得從了剛才的那些 OK 病史啦 旅遊史啦 你還是要有一個優先順序啦 你是要辦法讓他覺得說 台灣之所以跟中國不一樣 還有跟過去馬英九的 和平醫院不一樣 風院不一樣的原因 差別在哪裡 我們不是說我們從過去得到經驗嗎 那和平醫院風院的方式就很粗暴嘛 動線沒有規劃好 就把所有人基本上沒感染的跟有感染的 通通視圍在一起 到後來交叉感染 才會量成無辜的人基本上自死嘛 所以我認為過去的經驗也要獲得學習 那我對政府是有信心 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在林口 烏來跟台中 隔離所 基本上如果你看到是上下鋪 那是因為他原來既有的房間是上下鋪 應該都是一個人一間 都是只睡一個人 而且如果說你的衛浴設備 是個很關鍵的話 他形同也變成像是個小套房一樣 他這個是他在微信裡頭PO出來 回來的第一餐中餐 還有十三天 還有好幾餐這樣的在等我們 從昨天在微信裡頭 我們看到這個民眾 他公佈他在這個隔離所的照片 他是在第一個從武漢撤回來 兩百四十七米的臺灣民眾當中 其中之一 從昨天離開家裡 一路很辛苦的將近半夜的飛機 才下降桃園機場 大陣仗的經過幾個小時的排隊檢查等等 等早上五點多才到隔離的地方 只能夠說臺灣根本沒有準備好讓我們回來 真的痛苦不堪 早上臺商們反映太冷了 在微信裡頭有這兩張照片 那我們看到這裡頭的雙煮菜 這是什麼雞腿嘛 還有魚排嘛 包括我看到這應該是蘿蔔炒蛋嘛 我覺得我就吃的比我吃的還蠻好的 我都沒吃這麼好 你住這個還在那裡陷 我的防疫人員這麼辛苦 這實在是好心 有時要給你淋 來 文朗東怎麼看 這樣子好嗎 這樣態度好嗎 首先保平信號上面有一千七百個臺灣人 當然我們也是感同身受 很希望他們做好的照顧 可是從這樣一個微信的抱怨上 突顯一個點 就是你回來的人像這樣的一個隔離 很多人其實是住不習慣 因為有些人就是比較不聽話 比較不乖 所以他覺得說我伙食吃不慣 我覺得床睡得不舒服 他下一步有沒有可能偷偷的離開 這個地方去透氣 臺灣在目前的狀況下 雖然很多人去擔心口罩 甚至說衛生紙之亂 連蘇貞昌院長醉心下午的時候 也發文去澄清了 好像說臺灣有很多這樣的一個小風波 可是我們整體的疫情 還在控制當中 趴趴走 來 姚老師 他重罰十五萬 這個居家檢疫 第一時間我看到新北市這三個人 不見了之後說發現已經出境了 這個現在發現 又有更多人在高鐵被攔截到 還有有人是透過金門小三通 我本來在節目當中 我時常呼籲的是 小三通你能夠不進嗎 國際有了你都不讓他靠港了 結果中國的船隻小三通 還在通來通過去 難怪金門政府很緊張 今天終於宣布了 小三通也要禁止的 可是這個趴趴走的居家檢疫 會不會是真的是一個群聚感染的一個大漏洞 群聚感染會不會因此守不住呢 對 當然這些非常自私 而且沒有公德心的這些啪啪燥的 應該自我自主管理的這些國人 我覺得非常應該受到重罰 這十五萬當然這是第一次 這個所謂的嫌疑犯 重大嫌疑犯去處理 什麼叫做重大嫌疑犯 我要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重大嫌疑犯的逮捕 在警政體系裡面是有獎勵的 對 有基點 有基點 有獎勵的 你逮到重大嫌疑犯 是 所以這些警員們 這些警察們都很願意去 去抓重大嫌疑犯 然後這一次還加碼 不但是重大嫌疑犯 還加一倍那個獎勵 所以這些警員都很積極的 很仔細的 所以為什麼小山東那個 跑不掉那個港警 港警人員也屬於內政部 他就很仔細的去查 否則的話他就 他如果沒有這些 他就算了嘛 他很仔細的過濾這些人 否則的話 你想想看一天有多少人 過來過去 他哪裡知道 這個是從哪裡跑來的 那新聞最後呢 要為他加油打氣也肯定他 前警管署的署長 國立陽明大學校長郭旭松 他發出一個公告 給校內全體的師生 大家沒有必要 不需要戴口罩 只要政府沒宣布 進入社區感染 萬一不幸感染武漢肺炎的人 他將會給予 每個人一百萬元的補償金 霸氣宣導 網友看了直呼 破例令人敬佩 謝謝大家 鎖定心腦炎加油再會 令人敬佩 吉祥 吉他